做个访问就把主持人去回家做老婆,未读吴京。 做个访问就把主持人拐回家做老婆,未读吴京。吴京和谢南两人在2012年相识。 当时因为录制最佳现场,谢南是主持人,认识了当时被接受采访的吴京。 作为主持人,谢南问吴京,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? 吴京反问谢南,你有男朋友吗?这样的撩妹鸡能令人叹福。 这还是指挥武功的大心吗?肌肉里都是脑细胞吗? 同年5月,两人传出在一起的传闻,谢南说,吴京喜欢胖乎乎的女孩子,这是那种白白胖胖的。 这相看上去就会有一种被照顾得特别好的样子,说别人知道吴京把老婆喂得非常好,火石棒棒的。 但是这对于瘦身达人的谢南来说,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浩劫。 为了让吴京不担心自己,所以就表面装作很爱吃的样子,但私下的时候还是会偷偷吃减肥药。 吴京,1974年4月3日出生于北京,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电影导演,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。 1989年进入北京市武术队,1994年获得全国武术比赛精英赛枪术队练冠军。 199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功夫小字》闯情观,从而进入演艺圈。 1998年因在古装剧《太极宗师》中视野杨玉干一脚而被观众熟职。 1999年主演武侠剧《小李飞刀》。2003年赴香港发展电影事业。 2005年参演动作片《杀破狼》并首次尝试反派角色。 2007年凭借动作《金马奖》。 2007年凭借动作《警匪片》男儿本色,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2008年开始转型担任导演并与童年执导导演《处女》做《狼牙》。 2012年在军旅剧《我是特种兵之利刃》出鞘中首度饰演军人。 2015年主演犯罪玄迷片《杀破狼》2。 童年自编自导自演军事战争片《战狼》。 并凭借该片获得第33届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导演奖提名。 第2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《最佳处女》做奖第20届华鼎奖最佳新锐导演奖。 2017年自导自演动作片《战狼》2。 该片打破中国内地票房记录以及全球单一市场单片票房记录。 凭借该片获得第14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《最受大学生欢迎》的导演以及《最受大学生欢迎》的男演员奖。 第4届丝绸直录国际电影节突出贡献个人奖。 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《最佳影片奖》。 2017年12月,被评为年度吸引力明星。